我们来解一下这个不等式,它说2加x乘上1减x,再乘上呢,这个x平方减x加5,最后呢,再乘上x平减x减1,会大于0。 那我们在解不等式的时候,我们知道我们喜欢养成的好习惯是把x呢,写在前面,并且呢,让领导系数,也就是呢,x前面的系数呢,是正的。 所以我们知道x加2我们可以改写成,2加x我们可以改写成x加2,那1减x呢,我们可以想象是负的x减1,对不对? 就是把它导过来,前面再加一个负号,所以呢,原本这个式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写成x加2,乘上呢,x减1,然后呢,再乘上x平减x加5,再乘上x平减x减1, 然后我们把这个负号拿到前面,变成负号大于0,那如果现在我们想要把负号拿掉的话,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? 把这个大于0转个方向,也就是把它变成小于0就好了,因为代表你两边同乘于什么?同乘于负1嘛,OK,好,所以这个负号呢,就被我们拿掉了,好,拿掉了之后呢,我们现在要来解这一个不等式, 那我们现在对于看到这样的状况,我们觉得非常和蔼可亲,可是呢,我们又看到讨厌的二次式了,二次式呢,我们就想可不可以因式分解? 那眼睛瞄一下就发现说,哇,这个好像不太是用什么十字教程法可以因式分解的,不过,在这之前还是提醒大家,先检查一下它的判别式是大于0,还是小于0, 因为像这个,你看这个判别式是什么?1平方减掉20,4ac是20,它是小于0的,OK,那这个判别式呢,1平方减掉呢,负4,所以呢,是5,这边的后面的判别式呢,是大于0的,代表说这个我们可以用公式解的方式,强迫因式分解,这个的话呢,则不行,那因为首相系数是正的,判别式有小于0, 如果你还记得前面,我们讲过二次函数的图形的话,像这样的情形,它就会像是什么? 它就会像是一个,在X轴上方,一个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,也就是它永远是正的,永远大于等于0。 对于一个永远大于0的东西呢,我们就可以非常毫不客气的怎么样,把它除掉嘛,两边同除以X平方减X加5, 你同除掉的结果呢,这边也,0也去给它除以X平方减X加5,你最后会得到的事情还是X加2乘上X减1,然后呢,这边是X平方减X减1小于0,因为这边0除以一个值,一个完全是正值,还是0啊,OK,而且不用变号,所以呢,哇,这一步下来,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算式呢,变成轻省多了,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, 我觉得问题就是,X平方减X减1还可不可以再化减?当然是可以的,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,判别式是大于0的状况下代表,就算它没有办法用十字交乘法音式分解,我们还是可以怎么样? 我们还是可以给它强迫公式解,所以呢,如果说今天X平方减X减1是等于0的时候,我们知道X就会等于2a分之, 所以意思是说呢,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因式分解成X加2乘上呢,X减1,再乘上呢,X减掉 夸号的2分之1加根号5,还有呢,X减掉呢,夸号的2分之1减根号5,OK,这样子,然后小于0,所以这不是就是X跟4个值相减之后的一次因式,然后相乘以后小于0吗? 那我们的大绝招是什么?也是一样,画出一条竖线来判断一下,就可以咯,我们判断一下,判断一下,那现在小小的问题是说,我们知道-2在这里,我们知道1在这里,那请问2分之1加根号5,跟2分之1减根号5,到底在哪个地方呢?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,根号5应该是2点多嘛,2点多再加上1,应该是3点多,3点多除以2会是怎么样,应该是比1还大嘛,因为1是2除以2的结果,所以呢,我们的2分之1加根号5,我们知道它会在1的右边,我们只要把这4个点找出来就好了嘛,对不对? 所以呢,你不用判断它距离多远,你只要就是大概知道位置在哪里就好了 那2分之1减根号5呢,我们知道一件事情,1减掉根号5大概是也是减掉2点多,所以是-1点多 -1点多除以2呢,大概是-0点多而已,所以呢,它不会比-2还要来得小,所以我们知道2分之1减根号5,不是-1,2分之1减根号5 会落在-2跟-1之间,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大绝招啦 我们知道,如果x只比2分之1加根号5还来得大的时候呢,整项,这整项呢,我们叫它g of x好了 g of x会是正的,那如果呢,差一个这边就变负的,那这里又是正的,这里又是负的,这里又是正的 所以最后它要我们取是小于0的地方的时候,我们的答案就在哪里 就在1跟1分之1加根号5之间,还有-2跟1分之1减根号5之间,就是这么样的明确 好,所以呢,我们的答案answer就是在哪里呢 x在x在2分之1加根号5,还有1之间,或者x在这个2分之1减根号5跟-2之间 那你算对了吗?